另外台东县政府为了感谢高医资源台东大五卫生所 有效提升了偏乡的医疗水准 县长饶庆林六号下午特别利用扩大主管汇报的时间 颁证高医附设综合纪念医院院长侯明峰 成为台东荣誉县民 侯院长也强调会持续协助县府改善偏乡的医疗 让县民享有更高水准的医疗品质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 支援台东偏乡医疗一年多来 不仅让台东的医疗水准大幅提升 同时也成为南回县居民生命的守护神 高医非常的支援我们大五卫生所 我昨天也去看了 昨天非常的高兴 非常特别的是有一个院长跟两个副院长都在这边 也特别针对我们胃的部分 各位因为肠胃内科我昨天帮忙去挂号 帮忙做挂号小姐 大概肠胃内科看的非常的多 所以那天昨天副院长也觉得一趟来 因为高一的这些医师来 平常他们一天都是看百来的门诊是正常的 百来位有两百位 那他认为其实来了一次就可以最好做到外禁 打肠经这些 那这些器具都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编列预算 所以高一刚刚院长讲的非常客气 他会帮我们先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慢慢的很有可能 我们到卫生所的这个医疗能量 然后可能会超越一些其他的地方 天乡医疗一直是台东县很大的罩门 在县长饶庆宁上任后 大力商请高一大协助支援 一年多来支援的医疗团队中 不乏多位教授及的知名医师 为了感谢高一大 姚庆宁也特别颁赠院长红明峰 台东县民的出荣 从高一成立以后都是以造物片厢为我们的职责 从过去这样的一个人才的培育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是有发觉 片厢尤其我们台东地方 跟我们西部这一段还是有一段的差距 尤其今天大家可以看得到 政府发布的2019年的平坚的寿命 我们切切实实我们台东县还滚这个西部地方 大概差了七岁到八岁 如果要支援就去找我们 说希望我们能去支援台东大 去支援以为医师 那后来我心里在想 应该不是一个医师 台东市民不是少一个医师 他是少疫情更高水准的医师 我们就派了疫情的医师 到目前应该有十五六位的医师在台东大 其中有十五位是教授级的 因为真正的台东 他不是切少一个医师 他是切少疫情更高品质的医师 姚清林强调 县府会持续投入更多的心力与资源 来改善台东的医疗品质 让县民享有更高的医疗水准 记者潘君伟台东市报导